尊敬的各位主持大法师们 尊敬的各位嘉宾们 尊敬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佛友们 欢迎历临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举办的 2014年马来西亚悬役宗述大型现场解答会 卢君洪台长 作为世界和平大使 世界华人的新领导师 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与佛法已有20年 卢台长以佛法智慧之光启迪人生 以仁爱慈悲之心感化众生 以舍己无畏之怀济世救人 无数佛友在跟随卢君洪台长 学博修心之后 明心见性 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家庭和睦 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灵验世纪举不胜举 受益人群不计其数 卢君洪台长也被尊称为 活菩萨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如今 卢台长的弘法足迹遍及世界各地 包括北美 澳洲 亚洲 欧洲 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引起巨大轰动 并被世界各国媒体关注与报道 在全世界掀起一股学佛念经的热潮 现在 全世界已有七百万佛友 跟随卢君洪台长 学佛修心 卢台长 在世界各地的 为救度众生 与世界和平的努力和贡献 广受国际社会的肯定与赞誉 2012年 卢君洪台长 应邀赴哈佛大学弘扬佛法 在英国国会上议院 获得英联邦民族社区特别贡献奖 在世界宗教联合大会上 获得世界和平奖 与世界和平大使殊荣 在2013年 德国柏林 全球文化外交高峰会上 卢君洪台长 与来自世界36个国家的政要 宗教界领袖 共同致力于世界和平 再次获得世界和平杰出贡献奖 继去年马来西亚两半人法会圆满举办之后 卢君洪台长心中挂念马来西亚佛友 再次来到马来西亚这方宝地 弘扬佛法 普度有缘 为众生点亮新灯 启迪佛性 今日相聚 今日相聚 我们有缘 共目佛光 共瞻法喜 感恩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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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鲜花 锦席 字画和哈达 请卢台长接受佛友敬献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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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隆天护法 殊胜因缘转为殊胜的佛缘 让心灵法门的莲花在马来西亚到处开放 谢谢观世音菩萨 感恩各位高僧大德和来自全世界 欧美 欧美 中国 港澳台 日本 泰国等 23个国家的佛友们欢聚一堂 领略 领略人间佛法的真谛 解脱 开悟 离苦 得乐 有一份知名的德国杂志研究表明 在十年间有七十八万人死于地震 每年有三百万人因饥荒而饿死 超过有十亿人没有饮用干净的清洁水 全世界每年的交通事故 死亡人数是一百二十四万人 其中有很多新人 好好地在走路被别人撞死的 每年有二十七万人 所以我们能够坐在这里 听闻佛法 以示多事所修 佛说 在佛法中 知足被认为是解决烦恼的 最好的理念 大家知足吧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 它是没有原因的 不是偶然的 所以每一件事情的发生 必然有它的原因 这就是宇宙的根本定律 人的命运 也是这样 遵循着这个定律 在慢慢地在走 这就是佛法讲的因果定律 人的思维 人的思维 语言和行为 都是因 都会产生相应的果 因的好坏 直接影响和导致我们 所做任何事情的果 所以我们要众善因 如果你善因 恶因都在造 实际上都是你的 唯心所造 所以众善因 众恶因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想修缮行词之人 必须要关注自己的 每一个想法 每一个意念 就是起心动念 所以要知道 这些起心动念 将会给我们带来 什么样的后果 什么叫修心 修心就是把自己过去 做错的事情 把它转过来 我们过去贪 现在懂得舍 我们过去恨 现在懂得爱 我们过去很愚痴 我们现在学佛 增长智慧 你的生命和你的命运 就开始转换了 所以修心最简单的 就是从我个人做起 每个人必须改脾气 改恶行 这就是人间真正修心的开始 有一位信众 他去问禅师 我天生的性情很暴躁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么样来改正 这位禅师说 请你把你天生暴躁的脾气 拿出来 我来帮你改正 信众说 不行啊 禅师 我现在没有 但一碰到事情 我那天生的暴躁脾气 就开始发生了 然后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禅师说 在某些特定的环境之下 你的脾气暴躁 并不是一直暴躁 说明你不是天生的暴躁脾气 而是在与人争执 自己造成的 你为什么要把它说成是天生的呢 你为什么把要这个过错推给父母亲呢 这不公平呢 所以学佛人最怕的就是用任何借口 往往用了任何借口来让自己有一个懈怠的机会 这就是你放弃学佛的前兆 所以要想学佛成功 就不要给自己任何的借口 也不要给自己任何软弱的机会 你这样才能勇往之前 学佛永不退转 生命 是一场马拉松的比赛 比耐心 比毅力 比恒心 我们要自我皈依 自我完善 人格 要去除心灵的污浊 混乱 烦恼 忧愁和丑恶 我们要让心地善良 要让心地纯洁 我们心胸要开阔 我们要将有限的生命 投入到无限的心灵世界当中去 绝不陷入在人间的虚无乏味 永无宁日的人事间的争斗之中 和世俗的纷争 恶于我诈之中 所以 这样 你很快 就会耗空 你的生命 我们活着的意义 就是要觉悟 我们活着的目的 就是要解脱 我们不去想烦恼 烦恼就会离我们而去 我们不去听烦恼 去看烦恼 烦恼就会离开我们 你就永远没有烦恼 相信自己是一个未来的佛 会改掉自己的习气 当自己是一个菩萨 这么样在人间去做人 你一定不敢做坏事 你每天要想着成佛 学佛 你就会勇往直前的修善业 常帮助人的人 就是慈悲 就是帮助我们自己 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第二大的富豪 他的名字叫 安南达克里斯南 他拥有八十一亿美元的身价 他的一个儿子 独子 十八年前 放弃了一切城市的虚滑和荣华富贵 顿路空门 他在泰国 森林里 引修 他的法号叫 阿江斯里帆洛 自从这个阿江斯里帆洛 顿路空门 被媒体知道是大马第二富豪的独生子后 网络上红把影片点击力飙升 他为了寻找人生的真谛 放弃家业 追随佛法 成为一个出家人 他的母亲是个泰国人 英国留学 他曾经从事新闻工作 这个阿江斯里帆洛 他现在出家之时只有二十多岁 一个现代版的 释迦摩尼佛的故事 释迦财万贯 如佛云 追赎救度众生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的榜样 这就是视人间为虚无 我们的心中才能找到真实的自我 你要想拥有财富 你是要永远拥有在心中的精神财富 想要拥有真正的自由 你只有从内心开始修正自己 知足之后 得到的是拥有 拥有只会在精神上得到 而永远不会在物质和物欲上得到 所以我们要拥有一颗 慈悲善良 无私的心 我们就拥有了一切 就如我们经常说 舍弃的烦恼 你才会拥有幸福 台长经常在广播里 每天给大家做开示 回答问题 也给大家看图腾指点 那么台长看出一个听众的女儿 脑子有问题 听众马上说 孩子有忧郁症 接着台长看见她女儿身上 有一个灵性 听众说 女儿自己在几年前就梦见过 这个女鬼 当时把这个女儿吓坏了 台长还告诉她 就是因为她找过这个巫婆 女儿才出事情的 听众马上说 她去找过巫婆 现在修学心灵法门了 他们就不找巫婆了 下面台长把这个录音 现场录音给大家听一下 谢谢 卢台长 我好不容易打电话 你救救我女儿吧 我女儿是92年属猴的 你给我看看 哎呀 你女儿脑子出毛病了 她诊断是郁郁症 看见了吗 哎呀 真明啊 我告诉你 你女儿这个忧郁症 是有人在她身上 对 她有东西 她弄了一个鬼 对 一个鬼在她身上 经常跟她讲话了 没把她吓死 前几年梦的鬼 一个大女鬼 把她吓死 现在知道台长 跟你讲话是真的了吧 是真的 是真的 我告诉你 你女儿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找过巫婆 所以才出事 找过 找过了 找过 台长会看不到的 对 那我怎么办呢 找完巫婆了 找过了 找完巫婆了 找完巫婆了 以后不要找巫婆了 就好了 不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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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信你的法门了 我就行 你信关心不上 不要去信鬼啊 对的 我信关心不上 谢谢 我们学佛学法 真实不虚 因为人生苦短 所以我们没有必要 将称恨 及不平 留在自己的心中 并时常的伤害着我们 台长能看出 你们的病因 和你们的失望 失败的根源 绝非是外在的因素 而是因为你们心灵 缺乏智慧 被人间的情绪 烦恼和物欲所捆绑 想拥有智慧 要懂得三果 第一果 第一果是思维必须得到 第二果是语言和线 第三 人要行得正 行为要公正 有一个村庄 在沙漠地带 感激进城 必须经过这一段 沙漠 本村的人都常常的迷路 想到沙漠中 插上的树枝 荒芜的沙漠 你就能看清的路 但是常有风沙 让那里的人望而却步 所以村庄的人告诉大家 当你们走过这段沙漠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把树枝拔高一点 因为让别人还能看得清路 有一个做生意的人 经过这个地方 他很自私 他不听别人劝告 他想 反正我已经走过去了 所以我也不会再回来 所以我就懒得把树枝往上拔 但当商人走到一半 突然狂风扬起灰沙 遮住了半天 天色已晚 他只有回春去 但是他已经找不到被婚纱 埋没的树枝了 他悔恨已晚 饥寒交迫 最后就死在了沙漠里 倘若一个人的心里 用不下一条路 留给别人的路 那他就是注定了 断绝了自己的后路 学佛人 学佛人要包容 要给别人空间 要懂得理解别人 原谅别人 学佛人 学佛人心胸 像大海般的宽广 海纳百川 但是像大海一样 又永远处于的最低处 所以学佛人的道德 那是最重要的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 根本坏了 一切的学问 你的本领都会没有用 你的心怎么能够安定 生性佛法 重视慈悲 就会没有容纳恐惧的空间 你的心才能安 你的情才能定 你的心才能无挂碍 这就叫心无挂碍 因为你无挂碍了 你才能度过一切苦恶 度过了一切的苦恶 不就是离苦得乐了吗 人不要去跟别人比 要跟自己比 因为跟别人经常去比较的人 你会使自己永远都不快乐 你会使自己永远都不快乐 跟自己比 你会看到自己每天在进步当中 你会很快乐 想度别人的人 等于把博光洒入别人的心田 所以首先要使自己的心里充满着阳光 才能将阳光洒入别人的心里充满着阳光 那就是棉花的生意 第一次购物之后 他就遭遇了十年不遇的暴风雨 数万千吨的这种棉花放在仓库里 全部霉烂 损失惨重 当他返乡之后 父母经营的饭店 也遭到了火烧 遇到了大火 家中一贫如洗 父母经悲伤过度 先后过世 他去急事战扑 那个算命先生告诉他 你啊 命中定数啊 你一辈子也不会发迹的 他彻底的失望了 他啥事都不做 终于有一天 他厌倦了这个事件 他想跳河自杀 被人救起 他将自己不幸告诉了别人 人家劝他去到寺庙 拜见禅师 他问禅师 禅师啊 命可以逃避吗 禅师说 命是由你自己决定的 行善得善 行恶受苦啊 禅师拿了一颗葡萄 攥在手里就问他 请你告诉老那 这颗葡萄 这颗葡萄是完整的还是不完整的 这个佛友就问 告诉他说 如果我说完整的 你 大禅师就会把葡萄捏碎 如果我告诉你是不完整的 你可以 不去把它捏碎 法师说 你说对了 命运 其实就像这个葡萄一样 它就是在我们的手中啊 这位年轻人 正做精神 从心开悟 在街市上 拜小摊 小吃摊 后来生意越做越大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希望我们所有的学博人 永远不要灰心 因为我们拥有的是明天 而不是过去和昨天 命运 有着不可预测的复杂性 有时成功和挫折 会交替的出现 我们可以致命 但是我们不能任由命运的摆布 绝不因为不幸 我们就自暴自弃 学佛就是要改变命运 成功时 不要把自己看成是个巨人 失败时 不要把自己看成一个矮人 你就能把握好自己 你就能掌握好人生 人的贪心 已经进入了本性 所以人的贪 已经无时无刻 不在每个人的心中 台长说一个小笑话 说在台湾 有一位县长 因为被免职了 他气呀气呀 最后 气成了一个职务人 他在医院 医生诊断之后 就给他家属说 你们跟省长去说 给他弄一个官复原职的通知 他可能就会醒了 他的妻子想 既然要弄一个官复原职 我何不弄一个省长 让他高兴高兴 嘴上马上就说 哎呀 冲着边上那位省长说 能不能给他弄个省长啊 哪知那个植物人的县长 突然之间坐起来 挺身而起 哈哈哈哈大笑 气绝 一声叹息道 不尊医族 善自加大 计量 后果自负 生命是一道算术题 人生有加法 有减法 我们的人生 要加入自己的高贵的品格的力量 再加上你的财富 加入你的慈悲 加上关爱别人 我们要减去多余的物质 减去贪心的欲望 减去心灵的负担 减去烦恼忧愁 安排人生进取的退舍 加法是成长 减法是一种成熟 所以人间有进有退 那就是我们的人辱就是退 而精进就是钱 天天说因果 你们知道因果在哪里呢 因就是由你的外心所造 作孽 加上自己的心的妄动 每天不该想的事情 天天去想 你心动了 你的因果就开始造业 外心的颠倒 梦想和执着 烦恼 犹如每一个人身上的恶细胞 造成了你的轮回呀 产生不正见 就是看不清楚 因为你对事情看不正 你就开始造业 你因因得果呀 你想脱离因果 你必须懂得 己事己明 就是你自己做的任何事情 你心中必须自己要明白 叫己事己明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自然的要解脱 所以我们不能对世界上所有的事物执着 如果想自然的解脱 就必须要用心和信 叫心性有物性 我们所做的事情 心里一定要明白 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 我们想解脱 必须要不生不造 不生是非不造 因果 人活在世界上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至老 每个人的烦恼 都是由自己心业所造 懂得不执着的去追求 你自己的正念 永远要想到 我真来的 以后也会没有 我们连自身 在人间的肉身 都不能长久 我们去追他干嘛 悟性足起啊 也就是说 慢慢的 因为没有争 没有斗 没有执着 我们的悟性 开始慢慢的起来了 心里要想明白 这叫明心 心中想得明白的人 就拥有了开悟的前提 是明心 因为只有明心的人 才能见性 有一位听众 梦见自己的儿子 被水泥板压死了 浑身是血 第二天 儿子果然 因为他念了很多的经 在自己家里的墙边上 被一面镜子压倒 很大的镜子 因为儿子很小 好在他念经 镜子居然奇迹般的 没有睡 也没有砸伤孩子 但是这个孩子 马上又出现哭闹 各种奇怪的症状 台长告诉大家 当一个人 有劫来的时候 实际上 灵性会跟着 一起来的 所以 这种奇怪的症状 医院里也查不出 由于听众当时 正在发心 为病人助念小房子 他把人家念好了 自己没有及时的 照顾孩子 所以晚上 就梦见 孩子身上的灵性 是一个大头鬼 脸猪精 是非常恐怖 他下了一身汗 所以 他在梦中 跟灵性说 我给你念 二十一张小房子 刚许完院 还没念 孩子就正常了 我请大家 听一下 这个录音 谢谢 两三个月前呢 有一个同修呢 得了癌症病 我呢 发愿给他念 两百张的小房子 念完以后 让他开刀 开得非常顺利 现在后来 癌症也没复发 觉得也是很奇迹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有一天 我突然间晚上做梦 我一岁多的儿子呢 在被一个大水泥板啊 给压住了 压得浑身湿起 而且压死了 然后梦醒以后 我老婆叫我赶快念经 念小房子 这两个月时间 我是拼命给 癌症病念小房子 所以我就没办法 顾及到家里 那么我呢 就是给儿子放完生了 放完生了以后 结果第二天早晨 就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虽然我叮嘟了家里人 不让我儿子出去 结果呢 我儿子在家里被压了 不是水泥板 是一面挂在墙上的大镜子 哎呦 很大的镜子 清凝框了一身 以为都睡掉了 结果呢 奇迹发生 没睡 小孩被压的身体 都背过来了 一岁多 小孩这个手啊 还扯住那个镜子的边缘 随时的镜框下来 就没睡 没把我小孩压得浑身是血 哎呦 这个就是菩萨保佑啊 真的是 菩萨保佑 那么我完了以后 我知道原来这个 心灵法门 真的是零啊 居然这么零到这种程度 然后在第三天 开始 我的儿子呢 就是整天整天的 不听话了 像种血一样 尤其到晚上 就不睡觉 拼命哭啊 拼命就是 激心灌张的事情 都出来了 哎呀 好 那么医院检查 检查部的结果 第四天 第五天继续血 那么我急了 然后我就挤出时间了 赶快为我儿子念小房子 嗯 我说念两张吧 念两张不见好 再念两张吧 又不见好 我又做梦了 梦中 我儿子突然 大头鬼上身 他的头突然变成 两成的房子那么高大 啊 然后也租金上 我儿子身 现在轻面獠牙 闻成五颜六色 哎呦 然后墨金上身 好了 我也累了一阵虚汗 我醒来了 我知道三个精灵 这下我知道我怕了 然后我赶快许愿 念二十一张小房子 我一许愿 好了还没念 这个对我儿子就 就就 邪并就没事了 一点都没事了 上个月台长是搞传媒的看到一则新闻说泰国在情人节的时候有七队新人躺进棺材举办婚礼 说明现代人知识缺乏精神忧郁寻找刺激 他们完全失去宗教的信仰 他们会让自己陷入精神的空虚阶段 同样 在两个月前台长在做悬议宗述节目的时候 有一位听众打进电话问台长台长 我能买几口棺材放在家里吗 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为什么你要买棺材 他说 卢台长你知道吗 很好的木材正在大减价 都有录音啊 真的这种人都有的 后来 你知道台长这个人心很直的 我说很好的木材减价 他说对啊台长减百分之二十五呢 后来我就啼笑皆非 我说你摊便宜怎么都摊到棺材上去吧 我说你应该多买几口放在家里 把它竖起来当大厨 等到你躺下来的时候就做棺材 我说你这样不就是更方便 更省钱了吗 所以我们做人 要抓住人的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理智 因为我们青年人现在没有理智 所以才做出了很多荒唐的事情 我们的心中要有清澈的水一样 在心中不让人间的污染和欲望来沾染上自己 我们本性才会透现出光明 所以一个人思维的清洁和干净 决定的一个人的生命的永恒 学博的人有自己的信念 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目标 我们的信念就是慈悲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和四圣道 那么我们就充满着阳光 朝着这个阳光 迎着慈悲之路 我们就能回到观世音菩萨的身边 在清朝年间 浙江省有一个嘉兴县人 出生非常的富贵 考中状元 官拜上书啊 很高的位置 他说了他自己的祖父的故事 他说祖父生了四个儿子 全部都是痴呆 用现在的话讲 就是弱能 虽然非常的遗憾 但是他的祖父对孩子不离不去 有一年城中大旱 恶失遍遍 他的四个儿子相继死亡 放弃他上一道求子的咒章 实际上过去讲的咒章 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你可以 我们说声闻给菩萨 所以他求菩萨 再次灵儿 观世音菩萨 在当晚就托梦给他了 你 你勿须太悲伤 因你的祖先饥饿 那夭折之子是讨债而来 目的是要败坏你的全部家产 因你慈悲慷慨不失 变卖主业 救济穷人 而活人无数 累积功德秀善业 自然你的孙贤子孝 永享福折绵长 观世音菩萨做梦 跟他讲完这句话之后 他的夫人不久又怀孕了 最后生了五个孩子 各个都是财貌双全的大学们 而祖父更是官拜上书 显贵一生啊 所以人不要为眼前的得失所迷惑 你眼前得到的并不是真实的 有时候菩萨在给我们的暗示 菩萨救度我们 看的是你的将来 所以你现在的修行造就了你的未来的业 你现在所受的不就是你过去所累积的业债吗 所以现在念经如果效果还没有出来 想一想业障太重 想一想心还不成 想一想执着太多 永远要懂得我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那天和地人一定会给你很好的回报 只要我们坚定的学佛修心 我们坚定的弘扬佛法救度众生 我们终有一天会得到人天福报 这还不重要 最重要的我们是能够修到我们的最终的目的地 那就是观心菩萨的身边 我们的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 对学佛人来说 永远要将愉快留给别人 少在别人那里诉取 那你最大的快乐和最大的幸福 你就开始拥有了 要把自己的精神力量奉献给他人 让别人的生活 因为有了你弘扬的佛法 而变得更加的美好和光辉灿烂 人身上最值钱的财富是你拥有的智慧 而不是你拥有的这种人间的名利富贵 知足是菩萨资是人为的财富 学佛人 有一个人因为邻居非常的凶患 他想卖掉自己的房子 以其躲开他 有人说 你的邻居马上就要报应了 因为他 因为他恶贵满营了 你再熬一下 搬家吧 这个人他说 我害怕他 我怕他 拿我来满他的这个营 他很快就搬走了 结果其他的邻居都受到了他的害 韩非子说过一句话 凡是有危险的人和事物 我们绝不能靠近他 请大家学佛人记住 凡是对自己有害的贪称痴慢疑 对自己认为不如理不如法 对自己认为用私心换来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欲望 我们要远离他 抛弃他 人的毛病就是不接受教训 人生的错 我们不能像扣扭扣一样 因为我们一个扣错了 我们继续的个个都扣错 所以人不能一步走错 如果你一步走错 就会步步走错 要回头示案 让自己不后悔 不做错的是什么 就是常忏悔 我们才不会走错路 多念 礼佛 大忏悔文 台长 有一次 看到有一个听众 肾不好 肾不好 关节不好 喉咙咳嗽 然后呢 他的爸爸心脏不好 手脚发麻 中风 现在脸都歪了 台长看得清清楚楚 每天在广播里 你们只要听都听得到 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听一下 因为我待会会当场给你们看图腾 我要让今天所有来的 不管是我们的信的 还是不信的 全部都要有所收获 现在 先给大家放下录音 喂 罗教授你好 我想看一下 一个1947年属猪的 是我的爸爸 看他的身体状况 他的左肾不好 左肾 腰子 腰子 对 然后他的腿 关节也不好 对 是的 还有啊 喉咙这个地方经常咳嗽 嗯 他的喉咙好多年了 还有啊 心脏 血根本上不去 手脚发麻 这个人要中风的 还有我讲你爸爸一个毛病 不然 我告诉你 你爸爸 左半边都不舒服的 脸颊这个地方啊 脸有点歪了现在 对对对 他就从去年 去年就是过案春节的时候 就突然的那个脸 就是 不能动了 就是麻木了 看见了吗 啊对 啊 讲的太对了 太对了 你现在知道了 因为看他的样子 现在就是脸都是歪的 嗯 有点 有点了 突然之间麻木了 不能动了 脸歪了 这是中风预先的症兆 叫他要少喝酒 过去喝酒的话 对他的肝已经不好了 过去喝的还少啊 对他过去喜欢喝酒 而且喝白的 你知道吗 是的 一个白的东西多伤肝呐 明白了 谢谢 我们人 绝不能让自己的心中 留有一点点的污染 就像一个苹果一样 只要有一点点烂了 最后整个苹果全部都会烂掉 我们心有污染 会越烂越大 越污越染 犹如人间的癌细胞一样 为什么当一个人生了癌症之后 怕的不是癌症 怕的是他扩散 因为扩散之后 这个人几乎就没有救了 所以你不根除细胞源 你一定会扩散 我们脑子里不好的杂念 嫉妒 称恨 还有各种各样的贪念 如果你不把它去除 它很快的就会扩散 学佛中要回避那些造口业的人 远离造生业的人 不听造恶念的人 也就是说 当你是学佛人 只要边上有人来跟你讲 说东到西 说三到四 你就知道 他不是一个纯洁的学佛人 我们要远离他 否则我们会替他悲咽 所以我们三业中 一业最重要 因为的意念 会造就你心灵的犯罪 因为你的心灵犯罪 才会让你的口业和行为犯罪 所以办异业的人 任何的意见 你都要守住 不要去听他的 因为你守住自己纯洁的心 你就不会让外面的污染 能够伤害到你的本性 现代的人 不思进取 不学正道 常常说 人生就像打电话 不是你先挂 就是我先挂 先挂听得懂吗 就走了 谈恋爱 说情话 就是说了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都希望对方要相信他 因为以前太掏心掏肺了 所以我们现在做事 就可以没心没肺 这就是这些年轻人的活思想 我们怎么不能 要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懂得 心中要学佛 要有佛 人要有毅力 要有理想 我们要懂得生命的真谛 我们可以使自己短暂的生命会延长 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愚昧 而缩短我们的寿命 台长 告诉大家 心中不能装满自己的看法 如果一个人心中装满自己的看法 他有自己的想法 他永远会自以为是对的 他不能容忍别人的声音 所以一个人不能太肯定自己的看法 人就会少后悔 少烦恼 人让自己烦恼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自以为自己很聪明 所以人总是觉得别人是最愚蠢的 而自己是最聪明的 而恰恰相反 我们学佛人不争不斗 别人说 你怎么这么傻 想一想 学佛人是高境界高智慧的人 我们傻吗 我们的智慧 让我们懂得了人生像一出戏 人生像个舞台 所有的人都在舞台上 表演着不同的角色 而这些角色 让你以后进入哪个空域 就是欲区域 我们如果好好的在舞台上 表现一个正人 我们以后就能到天上去 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舞台上 做尽坏事 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恶人 所以永远不要以为别人是愚蠢的 永远要知道众生即是我 我即是众生 我要让众生幸福 我就会幸福 我要让众生智慧 我就一定拥有了智慧 有一个傻乎乎的流浪汉 他在街上傻走着 每个人都认识他 很多人经常拿他开玩笑 经常的捉弄他 经常的方法是在手上 两个手拿一个五块的硬币 还有一个十块的硬币 让他挑 就给他看的 一个五块一个十块 然后他每一次就挑五块 从来不知道挑十块 结果有一个老妈妈 她很心疼他 看见他 大家都在取笑他 笑他这么傻 每天用这种方法都在取笑他 跑过来 你看五块的还是十块的 他说给你拿一个 拿一张五块的 他就拿走了 结果后来 老妈妈忍不住了 说孩子啊 你真的连五块和十块 你都分不清吗 不料 那位傻瓜 突然的对老妈妈说 老妈妈 如果我拿了十块 下次他们就不会让我挑了 我连五块钱都拿不到了 做傻瓜的人 自以为聪明 反而被耍瓜捉弄 所以我们在人间 不要因为小小的争执 远离了我们的亲朋好友啊 不要为了一点点的怨恨 忘记了别人的大恩啊 我们人的毛病 别人帮我们的时候 我们千感恩万道谢 等到有一点点意见的时候 把别人对我们的大恩 全部都忘记 我们连自己的父母亲 都不知道放过 爸爸妈妈从小把我们养大 最后因为妈妈 爸爸为了自己 所爱的某一个婚姻的人 产生了意见 最后可以离弃自己的母亲 抛弃自己的父亲 我们人是多么的卑劣 多么的渺小 感恩所有世界上 帮助过我们的人 感恩所有救度我们的人 感恩今天施舍给我们的人 感恩所有能够成全我们 做人的人 今天我们是一个学博的人 我们必须要有感恩心 因为感恩是人间的福德 又是天上的基础 因为拥有感恩心的人 学佛学得好 因为拥有感恩心的人 他拥有着大慈悲 很多人不开悟 一辈子就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 是自欺 一辈子 就是自己欺骗自己 没有关系 我怎么样怎么样 他不会发现的 我做了这个坏事 别人不会告诉他的 我一定能够偷偷摸摸的怎么样 自欺 以为别人不知道 一生做三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 叫自欺 第二件事情 欺人 说你不好 他不好 这个人怎么样 那个人怎么样 有一个新的同事来了 欺负他 那个人不好 永远是欺负别人 因为我老 我就欺负年轻的人 因为他没有智慧 我就可以欺负他 这是自欺欺人 第三个 就是被人欺 因为当有人比你厉害 比你有智慧 比你厉害 比你有权力 比你有钱财的时候 你就被人家欺 像一个小狗一样 是是是是 想一想 如果不学博的人 不就是自欺欺人 被人欺吗 要抛弃一切执着 不要怨天怨地 怨天尤人 在这个世界上 一切都不是你的 用不着你说 我要抛弃世界 我一定要懂得 世界万物 只能为我所用 并不能为我所有啊 所以既然带不走 我们就要放得下 既然知道 所有的一切 我们终有一天 会放下 以其晚一点放下 不如早一点放下 放下执着 放下自己的贪念 去寻求真正的人生 放弃过去 那会拥有未来 学佛人 永远要坚近 永远要往前 所以学着 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在人间 我们多度人 多救人 自修自得 我们带着更多的信众 带着更多的佛友 带着更多的未来菩萨 我们一起去见 观世音菩萨 所以 慈悲心 可以改变你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学佛 就是要广接善缘 就是要改变别人 我们不伤害任何一个人 我们就拥有了一个缘 希望大家见菩萨的时候 告诉观世音菩萨 我度了多少人 当你们在天上 看见你度的人 都能够在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 你是多么的发喜啊 人生走一遭 短短的几十年 我们还贪什么 我们还求什么 什么不是假的 什么能带着走啊 来的时候空空 走的时候也是空空 既然空 那么我们就彻底的空 因为我们真正的家 而不在人间 那是在天上啊 放弃所有的贪欲 放弃所有的执着 视所有的众生 为自己的亲人 视所有的我们的好亲朋好友 全部都为未来佛 我们要有爱心 因为菩萨有爱心 为什么很多人 他求的不灵 因为他的心和佛离得太远 只要心佛合一 你一定有求必应 想一想 佛是什么心 佛是大无畏的心 佛是慈悲心 佛是拥有众生的心 我们不但要让自己修好了 我们更要让全世界 所有有善根的人 全部都能修好 修好了 我们一起走 就像我们今天 参加这个法会一样 我们多么的快乐 我们多么的发喜 我们一定要攀上 观世音菩萨最后的法传 跟着观世音菩萨 能够回家呀 我们好久没回家了 我们失落太多了 我们受的苦已经够了 我们不能再受苦 我们也不想再下辈子来了 所以希望大家借甲修真 让这一辈子就修成 我相信 只要大家拧起一股神 我们说 全世界那就是莲花朵朵开 台长现在在全世界 每一个国家 包括那些 中东国家 都有学佛的弟子 所有的国家 都有学佛的人 佛法 无边 佛海 深啊 我们要让这么好的哲学 这么好的理论 这么好的佛法 我们要对得起我们的主 佛祖 释迦牟尼佛 当年到人间 来弘扬佛法 吃尽了人间的苦啊 给我们带来了佛法 让我们受益啊 让我们现在多少人 学佛受益啊 我们要学着佛陀的精神 用着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照着我们心中的 本性 良心 善心 和最拥有的慈悲心 继续地帮助别人 我们要用小乘佛法 作为自己学佛的基础 要用大乘佛法 让众生全部归毅净土 谢谢所有的 今天帮助我们这次法会的 所有的法师们 我们的佛友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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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